蝙蝶色 来 所有女生 蝙蝶色大牌必买的口红 试色比赛开始咯 试色比赛 我现在已经脑袋也跟嘴巴已经不太清楚了 好 今天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 把你们都给 你们给小助理推荐的 你们觉得很好看的蝙蝶色口红 各大品牌的都买回来了 然后我们踢掉了很多 然后我们踢掉了很多 因为我们真的 就是小助理说 你知道吗 李佳琪 我今天看那个蝙蝶色 看那个蝙蝶色 看到我感觉我自己都不认识 什么叫做蝙蝶色 因为很多真的不是蝙蝶色 很多人推荐的蝙蝶色 其实不是蝙蝶色 它是红棕色 对 它是棕色 就秋叶色调红棕色调的颜色 甚至还有那种草莓红 就是都说是蝙蝶色 还有那种珊瑚色 都说是蝙蝶色 对 就是蹭蝙蝶色的热度 对 就是蝙蝶色 像李佳琪 比如说汤蝶蝶的16号色 根本就不是蝙蝶色 那就是水红色 对啊 好了 准备好了 怎么没有汤蝶的16号 汤蝶的16号 真的不是蝙蝶色 它是水红色 好不好 它是水红色 听出来没有 喜欢佳琪 就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来 所有女生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没有 要开始咯 12支比赛 来了蝙蝶色 大家最喜欢的 最热门的颜色啊 好 第一支 我要试 啥呢 反正就是挑了16支 16支 第一个蝙蝶色肯定是他 挑了12支 12支 13支吗 12支 哪有13支 第一支 蝙蝶本人啊 阿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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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管 阿玛尼 细管 细管 红细管 我们每次都是阿玛尼 阿玛尼 为什么对对 我们阿玛尼要 今天最后是 昨天阿玛尼第一个是 那你自己挑吧 好像MA线没有蝙蝶色 来我们第一个 MA线还有很多人说 吃里是蝙蝶色 吃里怎么是蝙蝶色呢 来 我们只是口红 我们不是蠢幼 我们只是口红比赛 不是蠢幼比赛 不到时候会来一个蠢幼比赛 好不好 来 第一支 蓝蔻 196号色 这支 它是叫做胡萝卜色 但我觉得 它是番茄 也是属于番茄 胡萝卜色 对的 因为胡萝卜色这个太小众了 哪个天来出了胡萝卜色 只有他一个人 好了 来第一支 蓝蔻 196号色 蓝蔻 196 来了 我的工作开始了 有个女士说 番茄色有很多种李佳琪 你是要把剩女果跟番茄色 两个分在一起 是不是 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番茄色 那种比较 好 李佳琪的试色 仅空参考 我不能满足所有人的 333有耶 亚珊带333有的 亚珊带333有 亚珊带333有 好不好 喜欢家洗 请多多关注我们的举播间 他们都好急哦 都不想这样讲话 赶快涂 其实刚刚说 哥哥不要涂 那些人其实还是 就是 怎么样 他们说这只是不是很干 感觉很难 搜把干 感觉很难滑的那种感觉 他跟那个 MAC的Ruby Wu有的一拼 就番茄色系吧 色系 我们把它取作番茄色系 来看一下 第一只 这只是 兰扣196 不得不说 不得不说 兰扣196号色 是真的很好看 但是 这一只颜色 它非常的 怎么样 就是 打分 先打分是吧 先打分 我是第一个不打分吧 我是两只之后 才有对比 才打分好不好 我觉得这一只 就是真的 它的人群 有一点点的局限 因为只有 真的是那种皮肤 就是唇部皮肤 就唇部皮肤状态超好的女生 用它才是舒服的 如果唇部状态不好的女生 用它一个 会说 它难用一个 就唇部状态好的人才能用 对的 唇部状态不好 你一定要涂认唇膏 要不然真的好拔干 好拔干 好拔干 而且厚厚的感觉 所以 暂时不打分啊 来 我们下一个 我 那就是同品牌的吧 蓝柯有两只 是别的品牌啊 再从一再试嘛 啊 要不不好打分 那你要跳品牌 对 来下一个 我觉得超干这一只 是有点点干 我觉得你们要买的话 你可以买那个二号色 它们家新款 那个二号色跟196很像 但是比较润一点 来下一个我要试一个新品牌 C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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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da Prada Cucci 25号色 碎花馆啊 Cucci的新款 碎花馆 25号色 25号色 他们说这不是番茄色 这只 番茄色系 色系啊 番茄色系 你看看 这番茄色争议很大 我如果把那些 没有剃掉的拿出来 这一只 不番茄 这一只 单番茄 算番茄色系 算的 这是算番茄色系 它有点偏 橘红掉 橘红掉 这一只 我觉得如果是单看它 就是说它是一个 滋润型的唇膏 滋润型的口红的话 其实是算好看的 但是它如果对比 一些品牌 别的口红的话 它的显色度 是真的有一点点的 它就是故意 这种不显色 它有一个 两个系列 一个金管 一个碎花管 碎花管就是 我知道它故意不显色 我是说嘛 就是说抛开它 故意不显色 做出来这样子的质地的话 但是这种故意不显色 混蛋买了 就会觉得说 哎呀 我涂了个眉涂口红一样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 所以来吧 我来打分了 好 来下一个 下一个 有的人会喜欢 但是不喜欢这种的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对比所有一线品牌的 番茄色点 是最值得买 所以这个 我是按这个围队来打分的 我不是说 它不好啊 它如果单看它是好的 没问题的 而且从它的这个系列来说 它是真的好的 因为它是 资润型的 资润型的 本来就不显色 但是我们要对比 所有的一些品牌的 大牌的口红里面 的番茄色必买色 来我们下一个 我们来试一下 Yaslandi 333 它这支颜色呢 也有一点点的小争议 这支颜色也不太像 番茄色 它是番茄色系 那支 333 333 嗯 MAC你可以拿Ladybug 给我一下好不好 谢谢 找一下MACLadybug 我来找吧 我来找吧 卸妆机马上来的 等一下 我等一下除全手 然后给你们看卸妆效果 Lady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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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是番茄色 橘红色的 只能带卸 Lady Danger Danger不是 Lady Danger是很红的 这一支 Lady Danger是很橘的 嗯 这支不行 不行的 Ladybug跟Lady Danger不行 这一支 嗯 算橘 算番茄色了 就是那种橘红番茄嘛 这一支颜色 我们是真的从 本来有18支孔 我们剃掉了好多支 因为真的 那些太不 跟番茄色没得搭边的 这一支 我觉得它可以算得上中红色 它不能算番茄了 真的 不行 就番茄色系也不行 好来打分吧 这是 你就拿这支笔 谢谢 哇哦 感觉今天的口红都 没有 对吧 很高分的 因为这个色系还是比较少嘛 嗯 而且很难界定 就是它多一分就变成棕红 少一分就变成橘红 是的 它就没有那种 而且你知道啊 就这支颜色 我觉得它好看 安全牌 就是这一支333 我觉得是安全牌 它没有特别的special 它没有 非常非常非常的 就是值得买的一支颜色 下一支吧 下一支吧 我们来看 Bobby Brown 细精管 就不应该出番茄色的 可以吗 就应该出一个 就帮大家选择出最好看的番茄色 就出一个棕红色系 那肯定要是800支 细精管 Bobby Brown的细精管 它好像没有嚼 它是英文的 我等一下拍给你们看一下 Supernova 这支很好看 这支非常好看 Bobby Brown这支很漂亮 很不错 这支颜色可以的 这支颜色很好看 它叫做 它就叫烂番茄色 这支颜色很好看 而且它不会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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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亮 好不好 Bobby Brown的这支颜色很好看 而且 它的包装也是 就是他们家最新款的包装 就是你买它会感觉是 你真的是买了一支 就是新的口红 而且 这支颜色它是有滋润 对它不会油腻 薄 而且不会油腻的一支颜色 好看的 来Bobby Brown 这是九号色 他们家的 Supernova Supernova 来我们下一支 润不润润的 是滋润之地的 下一支我想来是 阿玛尼405号色 阿玛尼201 201不好意思 405是唇釉 唇釉釉不参加此次比赛 唇釉釉不参加口红的比赛 唇釉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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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釉� 家綺有鼻炎嗎 對的 快點吧 困死了 就是 困就趕快睡吧 來 這隻眼熟 Armani 4201號色 So beautiful 這隻顏色其實我已經試過兩年了 我覺得這隻應該是番茄的標杆 這隻顏色So beautiful 它唯一有一點點的缺點就是它 有一點點可能會有人說它太潤 它已經違規了一點點就是它太潤 如果它再做收一點點 它不要這麼這麼這麼的潤 那可能它就是完美了 這隻顏色真的So beautiful 很美很美很美 而且這隻顏色黃皮肌膚都可以用 而且它會讓你的嘴巴看起來很水嫩很水嫩 對吧 感覺你的唇部質感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特別特別好的唇部質感 好 來 阿媽尼 好 來 我們下一個 我覺得阿媽尼一定要比的就是YCL 好 我的天哪 這隻是 二零一 對的二零一 紅管二零一 對 但是它官方寫是枫葉紅 但其實它塗出來是番茄色 來 這一隻一定要跟它比一比 為什麼阿媽尼跟YCL就死對頭 來 80號色 YCL圓管最新色號 80到90裡面的80號色 這一隻我今天下午推進給了高德地圖的一個人 真的嗎 嗯 真的 還有昨天的CPB 我跟妳說這兩件事我真的不好怎麼打分的 而且他們質地都很像 嗯 他們的質地上唇的感覺都很像 口紅沒有鏈接 富和草沒有活 嗯 價格都差不多吧 這個多少錢 320 這個320嗎 阿媽尼也是320 我跟你說 我已經想好它了 80號色真的是美 美 炸的美 而且 而且80號色它比較的 顏色會稍微來說 累臉一點點 它不會是阿媽尼那麼的橘 如果我要這兩隻顏色裡面評分 我要怎麼打的話 可不可以塗到我手上 等一下再說吧 這隻顏色絕對比這隻顏色我會讓他們 因為他們兩個顏色 哪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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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兩個顏色沒有任何的挑 就不能挑 就差不多 就真的大家用中眼看不太出來他們兩個顏色的區別 但是 我跟你說YCL這隻顏色為什麼覺得值得買 我只有一個我只有一個點 你說 這隻是老 這是很老了 它已經有兩年了 歷史了 這隻顏色新款 所以如果按照新款來說的話 這隻 就是新色啊 80號色新色啊 出了一年了 這是比它還是要早一點晚一點吧 但這個其實蠻冷門 比那個圓管 就是它這個冷門呢 它就比較的有名一點點吧 對吧 如果按知名度來說 80號色我還是覺得我會推進80號色 我跟你們試下兩個顏色對比 而且YCL這隻是他們家的新科技嘛 就是 比他們家以前的圓管要更加的舒服出感 然後這是偏紅 這是偏 偏紅 這是偏橘 上面更亮一點點 下面的更 更 更淚臉一點點 上面是Armani 下面是YCL YCL就是80號色 上面是橘一點點 下面是偏紅一點點 兩個有一點點的區別 一點點的區別 一點點的區別 不大 對的 好 我打分了 來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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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還有一 你是這隻好不好 我是Givonshi 不 你是這隻 我先是Givonshi 你先是這隻 那他們的最佳品牌 蘭蔻 因為我覺得你是啊 這隻你會覺得鬼打牆 這三隻不是一樣的嗎 好 來 這隻是我們粉絲推薦給我們的 說是蘭蔻的 也是比較冷門的一個系列 就是他們家最精管系列的168號色 蘭蔻精管168 它也是那種潤潤的薄薄的 然後番茄色 但這隻便宜 它只要200多一點點 這隻包裝也很廉價啊 嗯 你不是說廉價比較 濃猛 你要用字 蛤 它的包裝比較普通 對 我跟你說同一集團出來的東西 果然就是一模一樣 觸感 顏色一模一樣 看一下 168 跟 欸你們是不是感覺這三隻好像像一隻啊 來小薰把你手 欸你擦掉了嗎 擦掉了 你再畫一下 這三隻跟一隻是一樣的 來第一個還是阿瑪尼 我來畫吧 我來畫吧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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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其實有區別的 有一點點的區別的 阿瑪尼跟蘭蔻好像喔 天哪 這樣子是雙胞胎耶 給你們看 蘭蔻跟阿瑪尼真的好像喔 蘭蔻168跟阿瑪尼這個完全是99.9% 給你們看這兩隻顏色真的 一模一樣 99% 他們絕對是一個生產線的 我敢 一個流水線的 我敢打倒絕對一個配方 應該是同一個集團 來吧 所以蘭蔻這隻我只能打這個 但他比阿瑪尼便宜將近100塊 但他也沒阿瑪尼火 他是沒有阿瑪尼火 我只能打這個 現在你推薦了就火了 我不會 因為這隻我不會推薦他 打巴也是好看 他的包裝 真的 這是包裝 我跟你說 如果他上面沒有蘭蔻這三個 沒有蘭蔻這幾個字的話 他就值59塊錢 就比較塑料一點 哇我今天說話好狠阿 就是我們下 蘭蔻CRV 下播吧 對不起 但是我是說心裡話 這隻真的巨親無比 如果他的蘭蔻這個名字沒有的話 就值59塊錢 真是畢爾大膽 蘭蔻9168在這個是吧 是這個嗎 對 給你寫在這裡 來我們下一個 包裝不重要 那你買大牌幹嘛呢 我就說大實話 包裝不重要 你買大牌幹嘛呢 可以推薦一下我們的那個 很多評價國貨給你 對啊 我可以推薦無數個國貨 可能比這個顏色還要好看 對啊 對不對 我是說實話 我沒有說蘭蔻不好 我只是說實話 好吧我只是說實話 來我們下一個 紫春秀 包裝很重要 買大牌 就是要看包裝 紫春秀 Oh my gosh 這是他們家的一個 Oh my gosh 紫春秀的小黑方 但這個 我跟你們說你們就看吧 好不好 你們就看 你去看底下一個書的有沒有錯 你要比便宜 紫春秀比蘭蔻更便宜 那不一定 好像是一樣的價格 紫春秀小黑方240 270 紫春秀小黑方240 藍扣270 藍扣270 我沒追錯的話是270 它現在260 270 藍扣270 藍扣270 我們看一下紫春秀這支 What 這件是為什麼沒有火 因為你沒有推薦 所有女生自己去買 OR590 OR590 不好意思沒有火 我推荐过 我绝对推荐过OR590 你现在给我翻抖音 没有 没有吗 对 不可能 是吗 那收一下 Oh my gosh 买它 我跟你说 明天就去专柜给我买它 班都不要上了 明天周五 下来班 吃中饭的时候 专柜就给我买它 270 240一支 太值得你买了 美满直春宿 sale perfect 我只能说完美 290有 我操 有多少支啊 2千支 天猫旗舰店 赶快去抢 Oh my gosh 太橘了 美满真的不橘 这是在我的嘴巴上 这支颜色显白到爆炸 它的唇膏的质地 完美 perfect 290 这是我第一次打这个分数 对不对 我第一次打这个分数 历史 历史 精高 超美 哪怕你的嘴巴是像小朱莉安颜色一样深 这支颜色显色度爆炸 只有两千支 现在还有多少支 2100支 我们王一博代演的对 王一博代演的 小黑方 1900还有1900支 没有上直播间 因为他找不到 因为他家口红 你看 那我们帮他上下来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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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执生秀反对也是很久没有来我直播间了执生秀你看这麦吧 就看缘分的很难 对的执生秀 李嘉琪对你怎么样 看清楚了没有 他们叫我试一下 你也是很久没有来 我直播间了 来小座一试 你是啊 我来试一下 绝对没问题的 全色绝对遵得住 但是你要先制下你的全色 因为全色是万年全色 那你给我用一下你的化妆 我用这个吧 真的好好看哦 OR590 OR590 OR590排名第二个 不好意思 是啊 我是说我推荐过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OR590我没有推荐过 我抖音都推荐过 我第一次试色的时候 我抖音都推荐过这几颜色 下架了 嘴巴很深的人涂 很美 真的非常美 这几颜色 为什么 对对对 这个口红是有运费的 那也不关我们的事啊 对我只是推荐大家买 你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买 你早大不要叫那个早就妈 早就妈买 OR590 SO BEAUTIFUL 我涂得好像有点流泪 因为你嘴巴太大了 但是是好看的 你来看一下 我这嘴巴颜色浅 想去嘴巴颜色深 可以遮住唇色 可以遮住唇色 我就包包涂了一点点 对的 他可以再涂深一点点 他可以把颜色再遮一点点啊 好好看 这几颜色 这几颜色非常好看 这几颜色不火 真的天理难容 那些美妆博主们跟上脚步啊 不要收了钱都做推荐 要跟我一样 不收钱也推荐一下好不好 这几颜色真的 你们 那些美妆博主 试射出来 绝对好看到死掉 那些小黑书的 那些美妆博主 试射出来 真的是美丝 这几颜色可能就买不到了 真的买不到了 他们又在刷我 那书好丑好丑好丑 好了 不要在乎 再给你看玩笑 我不想要开玩笑 我觉得明明还蛮好看的 我说真的 好看好看好看 对我觉得真的还可以耶 为什么 来下一个 吉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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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这几颜色算吧 还有几只啊 吉凡西退出比赛 他不是是吗 这选红色 好吧 吉凡西退出比赛 那还有迪奥 焦兰 我觉得焦兰有点悬 焦兰我也要看一下 他是不是 那个是不是番茄啊 可以建议 紫瑞兄换包装吗 这是他们家第二次换包装了 这是他们家新包装 以前更丑 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 其实我觉得还蛮简约的 但是跟这些大牌比还是稍微的难兴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包装还可以啊 亚克力包装 但是这个包装已经比他们以前的包装好了 质感好很多了 毕竟他只要200多块钱一只 下一只谁 Dior Dior 847 Dior有两只 Dior有两只 然后我一直就是不能确定到底要买哪一只 所以我两只都试给大家看 一只是740 好了我这只淘汰了 这只淘汰了 这只淘汰了 这只 肯定好看一万倍 你上嘴巴试一下 他呼声很高 OKOK我先试 我先试 847 你没有插错吧 没有插错 你确定啊 因为他这个插错了就搞不清颜色了 740群众技术很大呢 现在试试847还是740 现在试试847 Dior 847 这个是黑管吧 它是叫黑管吗 Dior黑管 是的 还是叫 还是好像它有一个名字 744是什么 这个是很很番茄 番茄的 嗯 我先保留下意见好不好 我先试那一只 好 我先试这一只啊 好的 我先保留下意见 等会也很好 好 糖番茄 来这一只是740 哎呀 有点怪这两个颜色 真的吗 是怪 还是难以取舍 它是番茄的对吧 这只也是番茄的 如果严格按照要求的话 它有点偏豆沙 不会啊 这哪里有偏豆沙啊 好番茄 番茄 没有偏豆沙的 我刚涂太薄了 这个没有链接的 这740也是很老的颜色 你知道吗 就是 这两只颜色 我看到你夜毛了 哦 这两只颜色 我觉得它没有灵魂 啊 你在跟我扯淡吗 真的 那哎 喂 请问你 你的灵魂在哪 它也没有灵魂啊 哎 你的魂在哪 嗯 这两只颜色是 不错 但是 我觉得 嗯 可能是刚刚子春秋太好看了 真的 你们看一下吧 是好看 就是好看 形容它 就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没有惊喜 没有惊喜 因为它感觉它也有点 太小心翼翼 或者是它是一个太 不敢表达自己情绪的一个人 它对于 呃 反正我觉得这只颜色 两只迪奥你都不行 如果这两只迪奥里面 一定要选择一只的话 更出彩的是这一只740 快打分 快打分 你在这里 更出彩740 刚刚还想把740 pass掉 我说更出彩740 我现在试试呢 我说这个 这只颜色我只能跟它打的一样的分数 所以我说吧 你一定要是740 不然就会争相现场 因为这个包装也 我觉得 没有是最值得买番茄子的包装 好吧 下一个吧 最后一只呢 招篮 这只我估计你肯定会把它提出去 它是214 扎琪 舅妈到底是谁啊 代购 代购直播间捅成舅猫 有个女生说 她说我舅妈在法国做代购 我要找她买 嗯 出局 出局 她不能参加比赛 不是出局 是不能参加比赛 她不是番茄色 她是雪红色 就是 就是真的很严格我们 我们还是 应该做姨妈色的 姨妈色系 不是姨妈色 因为姨妈色 就是很多人会是酱果色 就是姨妈色 其实酱果色 算不算姨妈色 不算 姨妈色就是红黑 不是红紫 也不是红蓝 就是红黑 好 那我们会 姨妈色代表就是像什么 像那个 阿玛尼的201 那我们以后会做哪几期 你现在立下vlog 以后会做哪几期啊 来 我们以后做一个 做什么颜色 正红色做过了 番茄色做过了 豆沙色 我觉得做 豆沙色也做过了 做红棕色 红棕色比较大 就是比较好做 红棕 就枫叶色系 对 秋叶色红棕色系 好 不偏橘是偏红 加土色那种 好 好不好 还有呢 你是立vlog要做几期 你不要现在 我们再开始做 再做评价的了 我就大牌大家看捏了 我们再做评价的吧 你还有姨妈色没做 我们先做三期大牌啊 再做三期评价 再做 看反响好不好 如果大家没想看我 无所谓 那你快立vlog啊 你就不敢立 立什么vlog啊 你就是说我要录几期 不然就是 我先录六期啊 给大家看啊 好 就下次就录评价的了 是是是是是 好不好 我们把那个 那个那个 红棕色录完了之后 录评价的 那就87 录87 好吗 好来所有女生 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加起在 所有的大牌的 呃 看一下 我不是看一下 我要自己来那个总结一下 大牌的口红里面 就是最值得买的 秋 呃 番茄色是 来小主理 一个 两个 还是五只吧 因为那萝卜其他各有所爱 三个 刚好 四个 五个 来我们的五味嘉丽分别是 来 容重 有请我们的五味嘉丽 你真的好慢 等一下我来拿 直春秀 Bobby Peron 我们先刷射 等一下刷射 排名不分先后 这个有吗 有 当然 还有阿玛尼 五只 排名不分先后啊 五只嘉丽 我们最终入选的五只嘉丽 就是这个五只 然后我们来刷一下 颜色给大家看 排名不分先后啊 排名不分先后 来看一下 这样刷 这样刷 不好意思 来第一只 直春秀 OR590 我不能用任何的 你生词 因为就是公平 公平跟竞争啊 Bobby Peron 那这个也遮一下吧 这比较公平吗 直春秀 S 不知道了 S U 没了 你就打一个写个植啦 植 植物的植好不好 好 植春秀 其实植春秀也是有英文的 但是 应该没有人可以拼出来 等一下 你要写它英文吗 好 那我就写植吧 好 植 到时候我们会打字幕 我们会打字幕 这会变成一个搞笑视频 我们会打字幕 第三只是 Y 我们要写肾 那会变成搞笑视频 YC还是很好看 我们继续 以后一个美妆品牌叫做直巴肾 然后第四只是 拿错了啦 没有啊 我给了它这么高的分啊 对啊 Ready? yes 你放屁了 你给了 我说你是不是写这 我帮你移上去 好了是好看的了 蓝 就是其他的选手都 太不行了 啊 这写不下了 一下子写小一点 好 我们的下一个美妆品牌叫做 直巴肾兰啊 什么直巴肾兰啊 去每个色地个色直巴肾兰啊 心心爱的人都看不懂 好了好了 看完笑 所有女生 这五只颜色是我推荐的 比较值得买的 五只大牌的 蕃茄色口红 直春秀 巴 离南 我猜是巴黎蓝 直春秀 Bobby Brown Bobby Brown Bobby Brown 圣罗兰 不应该写巴 Bobby Brown 哦 是巴 来所有女生 第一只直春秀 第二只 第二只 第三只 圣罗兰 第四只 蓝寇 第五只 阿玛尼 来 近距离看一下 你们喜欢哪只颜色啊 近距离看一下你们喜欢 就稍微就这样慢慢动一下 你们喜欢哪只颜色 近距离看一下 因为光线有点 我们要投票了 大家一定要一人只有一票 对的 一定要投出自己宝贵 你最喜欢的那一票 好不好 一定要投出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票 直春秀 哇 我跟你说今天 你把脸拿走 好 直春秀 然后巴尼 不巴尼 巴尼个头 Bobby 布朗 YSL 圣罗兰 蓝 扣的 这个168 阿玛尼的 201 一个人只有一票 不要乱投 不要瞎投 来 好了 准备好了没有 所有女生 3 2 1 来咯 左上角 主播发起投票 点击一下 你知道吗 这条视频出来了之后 最大的赢家是谁 你知道吗 你啊 不是 最大的赢家是巴黎欧莱雅 巴黎欧莱雅 因为这五个品牌 都是欧莱雅集团其他的品牌 哦 对对对 Bobby Brown不是 不是不是 那个是 那个亚生蓝带 Bobby Brown不是 这个 指纯秀是吗 指纯秀是 欧莱雅的 指纯秀是 欧莱雅的 指纯秀是 欧莱雅的 大哥 哦 欧莱雅的 嗯 很悬殊 这个票数 天哪 南科好可怜哦 他是凑 他是凑数的 凑单的 凑数的 哇 赢了啦 赢了啦 太悬了 太悬殊了 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是Bobby Brown 有五万多人支持他耶 对 因为阿妈 你真的是有一点点太老了 他们的口红没有出新的番茄色 来 直春秀 省出 有一张卸妆金 好等一下 马上卖卸妆金了啊 不要走开 来所有女生 没有了 所有女生 这次我们番茄色的口红 真的直春秀做的非常的好看 Bobby Brown做的也很好看 这两件色我觉得真的可以大家值得去买一买 而都是新款 直春秀 OR590 Bobby Brown的 Supernova 这两件色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买啊 Bobby Brown叫做Supernova 好不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哦 陀队上面的红色带有请很多观众们的直播间 明天 不是明天